6月6日晚,港交所信息显示,耐雪的茶已通过港交所上市凌讯,并披露凌讯后资料集,据了解,港交所凌讯后大约20到25天左右会上市,这也意味着耐雪的茶将成为港股新市茶饮第一股。 自2015年11月在深圳开设首家茶饮店期,截至2020年12月31日,耐雪的茶共运营491家门店,截至最后十几可行日则已拥有556家茶饮店。 随着通过聆讯版招股书的公开,耐雪的茶2020年的业绩全貌得以首次披露,2018年至2020年,耐雪的茶的营收分别为10.87亿元、25.02亿元和30.57亿元。 值得注意的是,耐雪的茶2020年经调整后净利润为6217万元,2019年这一数据为亏损1174万,实现扭亏为盈,并非此前所传流血上市。 从市场整体情况来看,随着新式茶饮体验的诞生,中国茶饮市场过去几年内正在快速增长。 按零售消费价值计算,中国限制茶饮预计在2025年增值1136亿元,与之对应,新茶饮创业热潮迅速引发且愈演愈烈,其茶茶数据显示,目前中国共有32.42万家奶茶相关企业。 这反映出,新茶饮市场虽然广阔且看似入行门槛不高,但竞争风险巨大,也意味着新茶饮赛道有极高端细分领域并非地壁垒,但雪等头部品牌占据先发优势,更有望分享产业红利,进而可能孵化全球化高端茶饮品牌,填补市场空白。